嗨 今天交換款直播跟新婷怎麼會一樣 就一起混搭給大家看以後 我們今天就是大概有七組新款 然後上週跟到正百 都有一支不斷的讓大家看到影片 然後款式呢 顏色 款式 明細啊 全部都會在明天 一起給大家 然後大部分款式都已經上架了 然後我現在穿的就是很熱銷的一個套組 我上週上款了以後超多朋友問的尺寸 但這款我其實覺得尺寸上完全不用太難心 因為它這個直接有分尺寸 然後它的下半身是散狀的 所以它的攝帶又是鬆緊帶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我先 然後大家都說 聽不到我講話 所以我還是用一個小的曼克風 反正呢 我現在身上這個呢 我前幾天就已經全部都有放在影片的上面 然後這個是背心式的 因為它這個都可以直接擦一開 就是等於是背心式的棉麻的罩衫背心 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個顏色很漂亮 我給你們看一下 它會有一點點 它會有一點點這種水波紋的感覺 壓硬 然後它是棉麻加橘子纖維 它穿起來很涼快 所以台灣的話很適合 所以到時候有點涼的話 就可以搭一些那種 薄的 有點露的那種紗 薄紗的那種內搭式 然後冷一點點可以搭棉的都可以 然後我覺得這個超適合在台灣穿的 因為超涼快 然後呢 完全不會黏大大的 它裡面呢 這款比較薄一點的輕薄 那因為顏色的關係 我覺得它透的話就不用太擔心 那我本身還是會加那個 內搭褲 打底褲 膚色的打底褲 就賣場上面都可以自己夾夠 它的顏色好美 它是有一點點烏木色系的 顏色跟它整體的氛圍感 我覺得很強 就完全大家都可以感覺到 秋天已經來了 可是它款式 不是要搭全球軟化 就還是很熱對不對 所以這個款式它的薄厚度 都不用難心 而且穿蠻久的 可以互相混搭 然後上下身都可以直接分開購買 所以你們不用難心 你好 好 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呢 它是鬆緊帶的 所以就是鬆緊帶的部分 所以你們都完全不用擔心 後面還有這個小口袋 我覺得很休閒 所以還蠻舒服的 它尺寸上面的話都很輕鬆 很好選擇 然後XMLXX都有 所以你們可以很方便去選擇 長度上面的話 如果像我個子小一點 它長度上面的話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它鬆緊攜帶的 所以很好調整 有時候想要穿高腰一點 然後頂腰一點都OK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薄厚度 拉上來給你們看 就這麼輕薄的 很舒服 然後兩個顏色 那我這個顏色就傳達給你們看 我再去後面轉一圈 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我搭配的是涼鞋 這款最好的地方是它非常非常顯瘦 尤其是上半身又變短 所以等於是我覺得在肚臍以下 全部都是腿的感覺 顏色 然後這個顏色的實給大家看 兩個不一樣的感覺 都是比較微秋感 然後它這個 可以近看它的那個材質 天啊 天啊 这个颜色呢 这个颜色它是有点茶戏感的 有点利喀米麦色的感觉 颜色很美 然后完全不挑剖色 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 因为它不会偏黄 所以它其实是偏比较冷一点点 我觉得它这个搭配起来很方便 然后混搭也OK 有的时候你现在如果背心 想要搭个牛仔裤啊 或是简单的西装裤 也都很好看 可以互相混搭 这两个套组我觉得很喜欢的是 它的颜色很美之外呢 我觉得分开混搭也很好用之外 又很显瘦 非常适合台湾的天气 那我搭配的两鞋是这一款 这个已经就是介绍过蛮多次的 它就是这种鸭纹的 然后两边是不对称的 然后明天的话都一样会把这个清单给大家 有白色跟黑色 因为微入秋了 所以我的影片跟直播 我都是配这个黑色 那白色其实也还OK 所以看你们自己的感受 那我自己很喜欢 然后它是这种扁的 可是它其实走久也是很舒服 它的那个细节感跟金属都很漂亮 再来是这个 它是有一点点 呃 敲碗款 它是 算是布雷款的 蕾丝布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 它整个套组 然后在旁边的地方啊 可以看一下它是这种粘质的 然后它一整套 它会有这样子裤子的感觉 松紧带裤子 短裤 比较休闲感 然后看起来我觉得是 会有一点点 我觉得一点点甜美 可是它又没有到田园感的那种甜美 我觉得有点直行 微直行 它有点微松弛感的感觉 然后比较偏夏天的慵懒感 觉得很舒服 然后你搭配起来会比较惬意的感觉 然后我搭整个 一整套给你们看 然后平常这种款式的话 我都会搭 比较喜欢搭有点 默默的拖鞋的小白鞋 就是简单的 拖鞋式的 我觉得整体看起来比较用烂 是 感谢观看 让你们看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它是有点微托服的 它是有动动的 那这种的话我蛮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不太会勾到 所以像我这种不知道大啦啦的人 所以就会感觉比较放松一点点 然后整体感 中尾感不太一样 然后它是送紧带的 那这款的话我穿起来的话是在中药的位置 它不算是太合身 然后如果臀部要丰满的朋友 这一款你就完全不用担心 那我的话因为个子比较小 然后穿在中药的位置我觉得还OK 可是它对我来讲一点点偏松一点点 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我整体感 然后它下摆的部分我等一下可以拉出来给你们看 但是它的妆药位置我觉得整体感穿起来是很不错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整体风味 可以比较就是慵懒一点 然后我想要搭配一点 因为它有点微敏色的 我搭配的是这个 它是麻花的这个软垫的拖鞋 让你们看一下 那你们看一下它的氛围 这个它看起来就是我觉得蛮就是度假感的 我觉得很适合度假的时候再去 这个软垫的拖鞋 然后细节感很OK 然后这个啊一样是可以分开的 但它是一整组购买的 因为它是中紧带的套组 那你自己分开搭配都OK 等我一下 那让你们看一下 它其实完全 让它直接放下来 也不会很奇怪 就比较舒服的 所以看你自己想要搭配的感觉 然后这一组 其实如果你办公室 不会太正式的那种办公室 其实我觉得它也很适合办公 就是平常上班的时候穿 因为完全真的不用 就是打扮 就是不用想 就是很临烦恼的那种穿搭 整套就不用烦恼了 OK好我继续下面介绍 再来是这个 呃棉麻衬衫 这件棉麻衬衫的材质 比一般的棉麻衬衫 我觉得呃 它再挺一点点 然后我不是喜欢 不是那么喜欢太厚的棉麻 如果是在夏天的话 因为我觉得看起来 又有点头头感 然后感觉要有一点 我觉得会有那种庸蓝感 但是这个全白的棉麻 我觉得不好找 但这一款我觉得质感很好 然后呢 它的长度啊 其实有点难有衬衫感觉 它虽然偏宽 然后你们可以近看一下 它就是会有那种棉麻的那种 十字纹的感觉 质感上面我觉得还蛮优质的 夏天秋天 我觉得台湾至少三个季季 是一定会穿得到 这个棉麻衬衫很推进购目 那这个呢 我今天会配最新的这个 这个棉麻的哈伦裤 这一款 这个我前几天就已经有曝光在网路上 这个它很推荐给 第一个就是 比较有窄窄窄的朋友的问题 然后还有大腿比较宽的朋友 臀部跟大腿比较会有点担心的朋友 这一件真的是我们的就是福星啊 就是小个子的朋友穿这件也很好看 因为它下摆的地方是下手回来的 然后我等一下整体看 让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体的感觉 嗯 有点休闲感 然后它的款式有点哈伦裤的西装裤的感觉 然后它是做抽绳设计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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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让大家我穿这个小可爱的部分 直接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团形 但通常都会害怕它的资格 那它板子变小 平常我穿S号的话 自己帮我穿M号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做公用的 比如说你看它是在我的肚脐的上方 所以 嗯 款式 嗯 尺寸要挑对 不然它就看起来 就是会不是你样的感觉 可是它非常鲜手 如果喜欢这个款式 拜托 一定要马上来加入 然后这个款式啊 它你可以看它的颜色是很漂亮的 圆 就是很像亚麻色系的 很漂亮的亚麻 波兰杆的卡其库 它这一款基本上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穿 它尺寸要差out 然后这一款其实还原色也可以穿 所以 如果自己喜欢的话 老妇女喜欢可以穿个七女装 可以搭配 它裤长的部分 嗯 我们都有凉过 所以都不用太担心 那各自高的朋友 这一款呢 你们穿大概 比如说165到175的话 大概是脚踝的上方 那我穿的话 是在脚踝旁边骨头的下方 所以我就很 这个款式 我会比较喜欢配 木勒鞋 或小白鞋 或现在的两拖鞋 看起来比例真的很ok 因为它是下手的 你们再注意一下 然后我搭配一面 把它顺顺给你看 就是非常适合每天穿的那种 这个我上班的时候爱穿 因为我上班的环境 比较不用太正式 所以我很喜欢穿这种 就是有点忧逆感的 如果你大家还有爱去韩国的话 其实他们肌头上的女孩们 其实蛮喜欢穿很轻松 尤其是在年代有衬衫 要盖到屁股的这种衬衫 那棉麻的话 那个都不用说 就是很舒服很凉快 那这一款棉麻衬衫 我想说 我搭配一个比较滑的 今天这一次我有出一个比较热带感的 比较活活的 因为我知道大家还在度假中 很多朋友都要出国 这几个月 那如果你们想要度假风的裙子 这一款可以参考 然后一样做棉麻夹 确子纤维的 拆子纤维 是蛮凉快的 然后颜色很漂亮 它下面还有做流缩 那我这边介绍给你们 它这个远看呢 你会有点像斑毛粉 但其实还不行 其实它本尊 就是让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上面 看起来的效果 有看到它的那个流缩吗 颜色很漂亮 就是你走动的时候 会有点声音 可是其实不会那么夸张 但是 我觉得如果 度假风的时候 有时候 周末啊 去逛个 什么 就是夜室啊 或什么的 其实它这个整体感 配白T恤 或者想我这种棉麻衬衫 其实是很好看的 很简单 就比较度假风 比较慵懒的 度假风的感觉 那我试穿给你们看 我就能接你 我们现在的优优独播 我讓你們看一下 我一樣搭同一款的棉馬襯衫 那裡面的話通常如果你度假的話 裡面可以直接加比基尼 不過我覺得現在穿這樣 其實我覺得很多是趕著小時髦 那你可以戴一些比較大的石碑 那你自己可以混它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裙擺地方 因為它這個攜帶的地方 我都直接這樣放著 然後你們遠看的時候 看到它的那個流出旁邊 會有一個垂吊感 我覺得垂吊感看起來 會比較用來一點 比較度假風 那你要綁個結後 連結在這邊也OK 然後這一次還有這個拖鞋 這個蠻多朋友問的 就是它這個是有一點點 這是很軟Q 然後它這個地方是做這樣子 那坐這樣子有一點點圓 旁邊是有一點車邊 然後是圓邊的感覺 會看起來比較休閒一點點 比起原本剛剛我穿的那雙鴨紋的 那我一起打給你們看 就是整體包圍感就是會立刻很度假 那這個襯衫我打給你們 就是很多朋友都是度假的時候 我啦 我本身是輕熟女之後 是不是很怕曬 就是愛曬太陽 可是那個斑又一直噴 所以基本上我還是在度假裡 我其實是很喜歡穿襯衫式的 會遮到這裡 那裡面的話你偶爾覺得熱啊 還是你還是想要享受一下陽光 裡面的比基尼或是小可愛就可以 就稍微外套也可以脫下來 那你在都市的時候 你會覺得冷靜也沒有冷 像這種襯衫式的都好搭配 再來我要介紹的是這個小襯衫 這個已經上次這個賣都發瘋 這個廠商我一直瘋狂追 因為我非常害怕 進入的時候追不到 這個小襯衫的這個針織它有兩個顏色 那賣最好的是這個顏色 那很多朋友就說 上次我搭配的是那個 就是短褲 可是很多朋友 有些上班的時候不能穿短褲 所以我今天就搭一個長的綿麻的褲子 讓我參考 然後搭配新的這款 它是綿麻的西裝褲 然後後面是有送進袋的 非常好看 如果你喜歡高級感的綿麻的西裝褲 真的要參考這個 然後還有三個顏色 那穿起來我覺得很顯瘦 它跟寬褲裡面很顯瘦的 那平常的話 如果你還是公司規定你要演 還是一定要西裝不了的 我們有西裝白色的西裝褲 可以選擇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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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白色有帶 一定要我很愛白色 這個眠拉褲鬆緊帶的 然後肚臍未止的 然後旁邊臀部的地方加關一公分 這邊有做打折 我往後推你們看一下 還沒有白色寬褲的朋友 只要買你今天大地的安全褲鋪色的 真的會保證你整個夏天都很開心 因為白色的槽就好搭 小可愛 襯衫 T-shirt 甚至是比較寬鬆的一些單品 都很好搭配 因為它這個眠拉褲超舒服 然後很透氣也很好保養 然後長度很夠 我個子比較小一點點 大概是落地的位置 所以高貝的朋友也不用太擔心 鬆緊帶真的很優秀 所以你們穿的時候也不用太擔心 臀部啊 腰啊 或是吃火鍋 肚子會很不舒服什麼 這件也完全不用擔心 買了就對了 因為這件沒辦法過 看到以後我就封掉了 我三色全包 那它有一個是卡其亞麻 然後全白跟一個 另外一個第三個顏色的黑色 所以你們自己看 你們自己喜歡什麼樣的顏色 這個小商榜的這一款啊 這一款你拿到的 它其實是有一點份量的 它的質感很好 然後做深藍色 壯色 壯色的 它的圖案編織 然後它的扣子也很漂亮 是這種金屬壓口 身高的話大概156 呃 體重是46 然後我的臀部的部分比較寬 我雖然個子比較小 而且偏瘦 但是呢 我臀部 大概是一般m號以上的人 臀部 我臀部最寬的位置是91 因為我有講寬寬的問題 所以 呃 臀部的位置啊 那位置也是跟我一樣 或是臀部比較寬 大腿比較柔弱的朋友 都可以參考我們的褲子 好 然後我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完全沒有紮 就是穿起來的感覺 整個今天的直播裡面 錄破 因為這一款我其實上次已經有直播過給大家看過 但是真的 小香風這個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就是 呃 可以公路 是因為它真的一年四季用到的時間真的很多 然後它很好搭 西裝褲 牛仔褲都可以搭配 里面 是 然後新環的這個針織 因為一開始有點微粗了 這種洞洞針繩很好用 那這個的話它其實是平衡鬆的 然後下腿還是有點收 那我基本上的話 我穿這個的話 如果要完全紮的話 我會直接夾阿尼拉褲 但平常如果穿像這樣有褲子寬褲的話 會砸起來 這個的話就是很適合上班 每天穿的 很簡單的感覺 這個針織 然後它的針織的材質很好 再來是這個椅子檸的衛衣 椅子檸衛衣 我知道現在看起來比較熱一點 但是因為秋天的商品已經出來了 那如果你很喜歡椅子檸的商品 可以現在可以立刻先看一下 因為衛衣就是 因為衛衣的商品 比較不容易找到是那個 一字檸的 所以我看到這個就立刻瘋掉 一字檸的寬鬆衛衣 然後搭配這個最簡單的 這個像這種的 比較斷光的這種一字曲 那我明天會給大家完成的連結 讓大家可以自己看搭配 那我自己也想說 我比較喜歡有一點臭女男 因為上去比較修行一點點 我下面會配比較女生的單品 比方女人問一點點 我其實就知道 對 這麼多的 我只會說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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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 這個衛衣啊 它有分這個尺寸 我現在穿的是M 我覺得對我來的可能很好 然後因為它是看你自己搭配的單品 那因為我現在配的是比較 斷光比較女人味的單品 有一點合身的 下面是散裝 所以我會微紮一點點 我覺得是有一點 有懶有懶的 可是呢又有一點原味 但是我覺得半目是可以傳達 如果可以作為露一點肩膀的傳達的話 我覺得很滿分 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其實平常穿搭 第一個它這個地方會鬆的 又很舒服 然後有一個剪裁在這邊 看起來我覺得蠻顯瘦的 因為它是衛衣嘛 所以衣之靈衛衣 我覺得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會衛衣 平常的衛衣顯瘦一些 所以看起來比較有剪裁 好 好了 這邊的壓軸 壓軸就是這個西裝的背心套組 因為西裝的背心套組 因為西裝的背心套組 非常的 我們不能非常說好 因為我們現在夏天有 呃 全白的短褲跟 亞麻色原色的這種西裝套組 那 因為已經快要進入了 我們出了一個這個灰色 格雷灰 依然精靈還是超級的厲害 所以如果喜歡的朋友就可以參考 然後一樣是西裝的布料 它是 細看的話是有印尖點斜紋 像這樣子的 然後灰色非常漂亮 那 它這個是做暗扣設計的 那我配一個像這樣 麻花式的粥皮帶 你可以自己看自己的方法 那我有時候我大部分的話 我不會全扣 那你看你自己感覺 可以全扣不全扣都可以 製作人 這個 有印尬 有印封 有印封 可以 那 一 它 很 地 是 有 因為灰色的西洋湖真的太矮了 這個可以自己混搭 它這個套組我很喜歡讓大家分開購買的原因 是因為尺寸的話你們可以分開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上下身有可能尺寸會不一樣的人 那基本上因為我做高腰的話 我兩個尺寸還是會蠻一樣的 但其實就是因為我都喜歡做A-Line的 A-Line真的是有一點夾塊寬啊 或是度那個屁股比較鋪滿比較寬的朋友 真的一定要試這種A-Line的白型 這種真的穿起來會比較瘦 它這個是暗扣的 等到秋天冬天到了 因為台灣也不會高那麼冷 所以西裝布料的短褲真的很好搭 灰色的毛衣、米色的毛衣各種 基本上灰色的包容性太強 所以隨便的簡單的毛衣都可以搭 直接套上去也很好看 不一定要 你可以上下身 如果有點猶豫 不知道背心套組你會穿嗎 可是其實我跟你講 你們真的要試試看 原因是什麼 套上去就好了 其實完全不用煩惱 其實套上去真的很有型 尤其拍照出去玩 拍照是 我覺得是很時髦的 不管去哪個國家都OK 那你分開搭 天氣變了 可以混搭 搭疊穿不同的 像背心毛衣 襯衫可以加背心毛衣 不知道怎麼搭 米色白色灰色一起搭 我覺得OK 那我先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褲子的形狀 那這個 樂福鞋我上次也介紹過 超級 古丁美的 這個 上面是一個凱旋門的logo 很可愛 是這種 比較經典款的 這種樂福鞋 真的很 很推進可以搭配 那厚底的 根本不是厚底的 就是看你自己選擇 那像這種 普通的這個 我就覺得 上班很低調 會有一點點小勾丟 就是 有點小打扮 感覺是 不太有非常非常的難看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 五年後 還是很時髦的 然後它這個 裡頭啊 是很軟Q 旁邊也是 然後PU的 很舒服 所以不用擔心 然後搭配 背心跟這個一起給你們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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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背心式的 其實很修身 我現在穿的是 超來一次 我不喜歡太緊啦 因為太緊 其實你搭配心 重複搭配心後 也沒有那麼強 那就打好 剛剛好尺寸 然後我全扣以後 讓你看一下 整體的效果 如果還沒有買過我們的 這種西方泡足的話 這種背心洗手 推薦亞麻色 先戴 然後戴試試看 那一組 因為那一組真的太受歡迎了 而且它真的 就是很有老前鋒的感覺 那灰色的話 會再一點正式一點點 那這個的話 像這種最簡單的東西 最吃什麼 就是手勢 我推薦你們 就是自己搭 呃 比較圓形的耳環 跟金色飾品 就拿出來戴 銀色 金色都可以 看你們自己選擇 那種利用的打扮 真的很迷人 OK OK 這一款呢 這一款就比較特別 它其實是男妝 但它也比較優賴一點 那如果喜歡那種整套的套組的話 可以參考 那這一款我自己喜歡 有一些它有點優賴 然後比較大進一點 會比較歐膩感 那它的 近看一下它其實是有點精力紋 然後加持紋的 然後是我很喜歡的開山式的這種 外套整支外套的感覺 那它配一個全白的 那這個因為全白的關係 褲子 就要搭 美大褲 就是搭地褲嘛 安全的愛褲 然後我穿給你們看 可以看一下它有整體的循性 它算是直筒褲 可是它的下板一點點收回收的感覺 然後臀部的地方 我覺得很滿意 它臀部大概有加寬 一般的部分加寬 一公分到1.5公分左右 然後是細繩拉繩的 所以尺寸上不用擔心 如果喜歡整個操作的朋友 就可以參考 它是一陣組的 然後全白 就很簡單 然後整體看起來比較 我覺得比較帥氣一點 這一款的那種操作的氛圍 是比較帥氣的 這款呢我覺得是很時期的一件裙子 這個我都會覺得會有點設計感 我覺得很像設計 設計感的品牌的那種感覺的長裙 它是黏麻的 它旁邊這個中間做這個收腰 收腰的部分 它可以收的滿緊的 那你可以放比較寬 所以這件的話 如果個子跟我一樣小朋友 你也不用擔心 那個子高一點啊 甚至是孕媽咪 新手媽咪有沒有 有一點肚子的話 都可以參考 是孕媽咪 現在是孕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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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 我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我都還沒拉的樣子 它看起來就是會比較鬆一點點的背心洋裝 這邊拉的 然後我這邊拉給你們看 給我看看 這邊拉開 becoming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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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背心这个地方有扣子扣起来以后 这边拉到你想摇样子 那我就是刚刚这边上面的话 我拉得比较紧点 就会比较细的感觉 我觉得比较有设计感的感觉 就是这款蓝色看起来皮肤很白 所以大家喜欢度假封啊 或是想要出去拍照什么的 看起来很练的话 这件可以参考 那这件我也很参考 喜欢穿一些好一点的眉毛衬衫 还有另外一个是长度 有点 现在目前的话是妈咪们 正在怀孕的妈咪们 你们就可以挑选这个 因为它可以放宽放宅都ok 然后整体感好往后退 让你看一下整体的形状 这种的洋装都很方便 再套了就可以了 颜色很美 然后又很凉快 再来是这个超王款 我这个就试给你看 有点蜜桃粉色 然后加上这个深蓝色 这件真的是很推荐 给也是有臀部扣腦的朋友们 这个颜色版型各方面都蛮优秀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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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呢 这个粉色这个beanie这件 它算是比较 它这个袖子是比较比较 它算是比较修身的 和声型的针织 它的颜色 还有其他颜色 可以到时候参考看看 然后是有弹性的 但它是偏比较修身 喜欢和声修身的朋友可以参考 然后我把它扎到里面 让你看一下 这件的短裤很推很推 这个是车线 今年很流行 这个原色 就是深色的这种 有车线的原色的牛仔裤 那它是短裤之外 拿后面做松紧带的 所以很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很贴心 它在这地方 这个版型 看起来显瘦 然后我觉得很好搭 那有一点点 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现在感受比较深的 就是我现在年纪 比较清熟的一点点 但是加之后 会很重视看起来要减零 那我觉得深色的单品 真的会让女生看起来 比较减零一点点 因为上面的话搭配 你可以 我觉得整体上面 一个显瘦 第二个真的看起来比较年轻 那颜色现在 荧幕上看起来比较深一点 那实色的看起来 会可以到的美材啊 我们的实拍照 看起来在起一些些的深色 看起来真的好 整体很干净 然后搭配衬衫啊 针织啊 T恤都很好看 然后我这边再加码这个 这个外套 西方外套 那边照片上有一点点 尽量 想要让我们看清楚一点 但这个真的很难拍 你看它是这么近 它是有点激励感的 然后是属于夏天的 它不会很热 但是呢 它是西装外套长袖的 但是它是不会到那么热的那种 它是有点轻的感觉 那它的版型非常优秀 但是尤其是像我各的小朋友 有时候会怕西装外套吃掉 自己的身形嘛 然后又比较圆身一些 那我穿给你看它蛮挺的 然后有分尺寸 你可以参考 这个有西装外套 然后是短板 两侧的地方 你看一下它有往前修身的 它看起来会很鲜瘦 然后是做筋扣的 会比较白色配筋 就是看起来贵气一点点 然后配这种深色的这种干点 也很OK 白色真的太有搭 让大家感觉一下 然后往后退让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方便修身的 跟后面的长度 我们就是搭配这个原因 是因为我后面会搭配整套 都是全白色的感觉 给你们看 那它会看起来比较顺势一点 那我现在搭配这个深色的这个丹宁裤 丹宁的短裤的话 看起来就是会蛮修型的 因为说你平常搭配 你都会 就是可以自己混搭 你都会觉得说 西洞外套干起来会不会很珍视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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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個就是肚子這些都看不到嘛 那唯一要注意的是有微鬆的 像不一樣要配指頭或是載管的 我覺得看起來更瘦 那這款呢彈性很OK 然後往後看 這一款啊等到有一點涼的時候 這個也很好用 因為你也可以把這個當襯衫裡面的打底的衣服 那它的彈性你想要穿這個飲食肌也都OK 它的彈性很好 因為要那種一字領這種T恤啊 好一點的綿跟不好一點的綿 其實你們要收到才會知道 因為比較平一點點的綿質呢 會比較沒彈性 但是彈性質超大的 然後平常洗的話也很OK 我覺得比較方便 然後穿起來真的很舒服 然後往後讓人看一下 它前後有個圓弧狀 然後它的兩個顏色都很漂亮 就是白色但不用說 另外顏色我看到都會瘋掉 因為是奶橘色 超級無敵減鈴 等一下看你們看 我看到這個顏色已經很漂亮 然後看你們看 我看到這個顏色 當然 就是 我看到這個顏色 所以它非常的修飾 我覺得膚色 看起來又有點奶奶的 然後看起來會比較 我覺得就緊敏感之外 還有點微少女 這件T恤如果有牛仔褲 反正牛仔褲褲褲 反正牛仔褲褲都OK 很簡單 洗衣褲就不用說 就是很簡單的 T恤可以換的 然後這個到時候 如果有一點點比較 針織秋天以後 不是都會出那種薄針織嗎 這也可以當作疊搭的T恤 然後可以做撞色 去混搭的感覺 這款呢它比較特別 它在側邊這邊有個 比較特別的設計 然後上面這邊是垂淋的 然後另外一款這個呢 這個襯衫 因為是我們過千款的襯衫 這個因為很多朋友都會 想詢問這款的顏色 那它是 因為它真的不是很好拍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 非常低的光澤感 那這款真的是 穿起來 布色還蠻亮的 所以可以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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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款呢 它是不规模的设计 它这个地方它有个绳子 然后这边有个洞 你可以穿进去就好了 然后扣子上就是做一个装饰这样 非常的 我觉得如果喜欢有点剪裁的这种衬衫是盗铃 它其实也这么明显就是盗铃 但是其实就是有点微微的吹铃的感觉 那我视频看看 这一件我觉得它几乎好无色差 然后它的氛围感穿起来 跟照片上是 我觉得是真的超过95% 还原度很ok 所以不用担心 好好看起来比较复杂的东西 可是穿起来其实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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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我现在穿的是眼泡 那它基本上是有点修身的版型 很凉快 颜色就是这样 那因为它有一点点 它里面还有点颜色很难形容 所以拍起来其实是真的非常难拍 但基本上我现在直播 让大家看其实就会很清楚 颜色是不是会立刻觉得行白的感觉 完全上斑很可以传达的这种版型 这是当然是用泡沫的 给我找两三款新的小外套 可以让我们选择 那这个其中一款是薄的这种 旁边走虚线的 不这样虚虚的 没有在外套 很轻 然后如果喜欢打一点点风 打一点遮阳的朋友可以参考 它是完全不热 NC Vision很高 它是轻轻薄薄的很好搭配 它就很简单很轻 然后我觉得它CP值很高 我觉得满划算下个还OK 然后很薄很轻 夏天很长可以用到 最后的话就是介绍这个 去装背心 秋天为秋要到了 那它这个麻将的背心又跑出来了 这个是今年做比较修身的长版 去年跟前年它有份都是有点微宽松的 这一款的话有点修身 那我现在就有点修身的话 我就搭配那种直头的裤子给你们看 我搭配白色给你们看 原因是它上面的话 其实搭配是跟这个一样颜色 那一样颜色的西装裤 没有 就是杏色的这种 直头裤啊 关裤都OK 都有 你简单的 或是里面是短裤也OK 都好搭配 可是这个卡锡色啊 因为有点点 有点杏卡锡 杏色它就有点点黄 可是你不用担心 配白色也是这样的美的 就是搭配上的话不用太担心 那它的长度就是到超过平 所以很显瘦 大家可以推荐 那我自己本身上班最常穿 很直头裤 跟九分窄裤裤 那九分窄裤裤 在下个 下下周 会附属会有秋款的西装裤出现 然后我们会再介绍给大家 这个简单的这种背心啊 你搭配原本自己家里都有的 短裤 西装裤 还有 牛仔裤都是很OK的 那像这个背心式的马甲 我也很推荐 就是有一点破裤 搭起来其实是很好看的 不用太担心 OK 好谢谢大家 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再问我们 然后明天的话都会直接提供直播的明信给大家 然后款式啊 新品 今天晚上和明天都会陆续全上 明天晚上十点前 就会全部上架完毕 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问我们 谢谢你们 晚安哦